如果Freddy要給Gotto 直接在他家也可以 他是要找一個理由對省 所以給他面子也是好的 柯西奇他說 大家最後一起來解決台灣的問題 是好的 既然你昨天有早上擋電話題Gotto 不是我早上擋電話題Gotto 是Gotto擋電話題 其實想要大家對面的想法 三個人一起見面 也是塑造一個完結台灣的意向 如果可以的話 找一個產額 但是是公開的 大家見面談 還是他很客氣喔 請教我說 還是你自己想要我和你兩個先談 或是比較主張 他說他比較主張三個人一起談 如果要見面的話 大家有足夠的時間 好好的談一談 不管結果如何 對自己 內心不用交代 時間今天早上 第一點 公開的第一點就可以 不是秘密見面 下一句話是 如果Freddy要給Gotto 直接在他家也可以 不然就找一個飯店 他需要找一個理由退選 他需要找一個理由退選 所以他自己Gotto是來 我再重遍一次喔 如果Freddy要給Gotto 直接在他家也可以 不然就找一個飯店都可以 他需要找一個理由退選 所以給他面子也是好 但是太多人在看 所以要秘密見面會難 所以乾脆公開見面 不要撕下來 我要跟董事長講 雖然我是同意 如果Freddy要給Gotto 從今在他家也可以 他需要找一個理由退選 所以給他面子也是好 但是把私人之間的簡訊 拿出來唸好 通常這個是免著一個 免著一個側翼在做的事 我們總不能要做的事 你也跟不同意啊 好 你不要打算好不好 我要跟博士長講 雖然我是同意 但是把私人之間的簡訊 拿出來唸好 通常這個是免著一個側翼在做的事 我們總不能要做的事 通常我同意沒有做 你也可以不同意啊 你也可以不同意啊 好 你不要打算好不好 一連喔 那三份參考民調 是每一份都是真實的 對不起 可以經得起所有的考驗 用不列的方式 絕對不是我們今天願意見到的 請給大家致歉 我們真心的不希望藍白 再執著在民調的爭議上 就如同郭董 也不會去要求朱主席說 檢視五月份的十幾分民調 所以這真的再炒下去是不會有結果的 我們真心希望從今天開始翻下新的 千萬不要誤誤五月份的民調 那三份參考民調 是每一份都是真實的 對不起 可以經得起所有的考驗 我向朱主席致歉 用不列的方式 絕對不是我們今天願意見到的 謝謝大家 好 我向朱主席致歉 應該是四月份的當分民調 跟五月份的民調 對不起 那個不會有結果的 非常有意思 好 那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郭董也不會去要求朱主席說 檢視五月份的十幾分民調 所以這真的再炒下去是不會有結果的 那三份參考民調 是每一份都是真實的 對不起 可以經得起所有的考驗 我向朱主席致歉 用不列的方式 絕對不是我們今天願意見到的 謝謝大家 好 我向朱主席致歉 好 我向朱主席致歉 想的不是政黨委屁 你今天想的只是如何趁這個機會 再扣張政黨的理由 難道你不曉得今天勝卷最高的主要是什麼嗎 也許柯主席的壓力也有大 因為他的家人 給他很大很大的壓力 沒有所謂的讓六趴 用這種人格侮辱 我完全不能接受 沒有所謂的讓六趴 我覺得今天這種 老生站 他很貴 既然有更強的組合 為什麼不用更強的組合去選 所以你今天想的不是政黨委屁 你今天想的只是如何趁這個機會 再扣張政黨的理由 或者是個人的理由 難道你不曉得今天勝卷最高的主要是什麼嗎 接受柯主席的前民調 那柯主席同時自己也同意 要誤差範圍就是平手 來看待 和柯K 這些都是白紙黑字 嚇得清清清清清 我這一輩子最重視的是誠信 人一定要有信用才可以立 尤其國家的一個領導人 做事情 跟你的談判 說好就好 說簽了就是要負責任 這是一個談判的一個態度 柯主席 絕對不是到 郭台銘董事家 黨家已經惡補統計學 柯主席不需要惡補統計學 大家都非常清楚 所以我今天還是回到一句話 既然是團隊 就互相相親 互相談情 大家一起共同面對 共同代表力要往前往 雖然過去有一些 大家互相之間 也許在講話上 或是在過程上 有一些資助節節 我們都放心 也許柯主席的壓力也有大 因為他的家人 給他很大很大的壓力 我也可以理解 所以我還是期盼 再大的壓力 跟朋友一樣 我都是面對 沒有所謂的讓六趴 這一點我一定要講清楚 用這種人格侮辱 我完全不能接受 沒有所謂的讓六趴 也沒有所謂的誰讓誰 這一點我一定要誠懇 人可以失去一切 絕對不可以輸去人格 這是我的底線 今天老實講 我們要參考 這台灣未來 到底要怎麼來採訪 我覺得今天這種 老成這樣我太對了 我想要 有各種接觸過程 你也知道 我如果要講話 相當苦大 但如果要想一想算 什麼話講出來又怎麼講 就無從我前所一緣 我不希望是有無緣的結局 在感恩節當天 但何不幸的 好像是無緣的結局 可它還是發生了 也許這是中華民國的命運吧 無從我前所一緣 我不希望是有無緣的結局 在感恩節當天 但何不幸的 好像是無緣的結局 因為我沒有參加 是不是 因為統計的課還沒上完 第二 我看到無緣的結局 不是Happy Ending 這是我時間預料到的 所以我一直避免竟然發生 而它還是發生了 也許這是中華民國的命運吧 因為這是 命運的安排 但感恩節這一天 不應該是這種命運的安排 我個人很難接受 其實今天應該是一個 很嚴肅的日子 你知道 我是帶著誠意來 我也希望說 再也能夠整合出 一組最強的候選人 因為畢竟我們 這檔輪體還是很多人的期待 所以我從頭到頭的邏輯都一樣 應該用最強的組合 而且打贏這場選戰 不過今天不管階級怎麼樣 我們還是尋找更多自公告的朋友 我們一定會完成正版公立 這檔輪體確定破局了嗎 對… 對… 我沒有… 不及格 我不及格 所以我再參加 柯P怎麼機會 沒有… 那邊有結果了嗎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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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賣 市長… 市長… 那邊有結果了嗎 現在南白石確定破局了嗎 旁邊有結果了嗎 現在南白石確定破局了嗎 旁邊有結果… 我沒有… 也沒有… 不及格… 不及格… 我 不及格所以我不參加 柯P… 我想說難過嗎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們在哪 謝謝謝謝 市長等一下還是會堅持全民調嗎 市長會覺得是去一場鴻門宴嗎 郭辦說市長你誤會了不希望馬總統是 謝謝大家來小心 我們小心 謝謝大家來小心 我們小心 我們左邊我們左邊好我們再往後退 上下是從容負義嗎 謝謝大家 謝謝謝謝 我入了我 謝謝我們大家 等一下開記者會 不好意思喔 謝謝謝謝 等一下開記者會 謝謝好來謝謝大家 先過一下 再小心 謝謝 謝謝 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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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我們趕時間抱一下 抱一下 抱一下 小心小心 小心 小心 上如果等一下破局會申部副手嗎 謝謝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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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抱歉 現在有人在鬧場 各位好朋友 我們現場抵達會場的是 我們的馬總統 還有我們的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某友宜市長及中國國民黨朱立倫主席 開大門走大路沒有任何密室協商的空間 好 大概要練多久啊 是 也向所有的我們現場媒體來表演 好 現在有人在鬧場 現在有人在鬧場 好 但是現在是一個人 我再次說明一次 好 這位先生請冷靜一點 我來處理 我重新說明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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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說明一次 現場可辦 幫導那個風 收起來 既然跟一半這個公開的會談 就要公開的參與 沒有所謂 誰能夠發言 誰不能發言 你們最近政論節目上的不夠多喔 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場合 今天不是政論節目的鬥爭 在台上的馬前總統 國師長跟朱主席 因為您的發言覺得相當的尷尬 給國師長 重要的一個基調 就是要公開透明 公開會談 以上 跟大家報告 我們選一個20分鐘 好 好 謝謝國民黨參與的李濤 那請您趙可貝出座休息一下 那個 現場夥伴 麻煩把麥克風收起來 我覺得今天是 郭董委託科主席 科辦定的 既然是公開的會談 公開的私臺 就是大家能夠 好好的一起討論 而不是今天場地 是的 我們在軍隊上 大家要去公開的參與 既然願意辦這個公開的會談 就要公開的參與 沒有所謂 誰能夠發言 誰不能發言 如果現場 所有的媒體在現場 都是因為郭董事長 能夠指定誰發言 誰不發言 都不符合 過去我們對於整個公共會談 公共利益的一個人 所以基本上呢 任何的一個 我們的代表 參與者要做發言 都該要予以尊重 謝謝 林濤最近這段節目上來不夠多 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場合 今天不是這段節目的鬥子 因為很重要 所以我們也請黃世兄發言人 能夠尊重所有與會參與者的權益 謝謝 好的謝謝林濤先生 請尊重非常地积蓄 今天在台上的馬前總統 黃世長跟朱主席 因為您的發言 覺得相當的尷尬 所以請林濤 還是先休息一下 今天在25樓的會談 我們有攝影和設備 我們會配合黃世長的要求 全程的後臨同開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